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對談 今天因為團隊的數量比本來跟我說的要少 所以應該是可以談到比較細緻的層面 沒有接近一小時的時間 那之前好像已經幕僚幫忙開了這個slido 所以如果隨時想到什麼問題 剛剛簡報裡面沒有提出來的話 也隨時歡迎PO上去 掃出個QR Code就可以 或者輸入slido.com 然後20210913001 然後可以按讚 按讚就會輔到上面 這樣子 然後目前最高票的是關於黃埔一起 還是留位黃埔一起社會創新管理 實在認證通過 好 那我想先就是有個綜合型的 然後我們就可能可以去行政團隊 然後再一組一組來談 但是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應該有兩支麥克風的 數位就是好幾位 對 有好幾位可以一起談 那 所以是歡迎這個舉個手 然後就請我們工作人員第一麥克風 就直接進入對談 不要被這個slido所限制 好 那綜合來看 我覺得 我們說社會創作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那大家的pitch 對於眾人知識 就是它的公益性這部分 我想都是非常的完整 沒有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 不管是透過聯合國 永續發展指標 或者透過我們目前實際上面的 就是高齡 不健康運命等等這些 涼化數據 那關於說這是一件眾人知識 這是有公益性的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想得非常的清楚 眾人助織的部分 就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 當然有一些個別的是有 好比像說高齡的學員 自己後來變成教練 這個是有點眾人助織的味道 就是 不是只是 一直做我的顧客 而是 有一天我是 我沒有想到的 那可以請你幫忙想到 你幫忙想到之後 把社群擴大之後 你就變成服務的提供者 那我只是幫助新一代的 服務提供者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其實是 社會創新能夠超越 我們一開始的 這個團隊的人生經驗 的幾乎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它如果是值得 整個社會去做公益的事情的話 整個社會都會幫忙想 所以 如果不是把你的客戶當成 就是跟你一起想事情的人的話 那到某個程度 它就會有一個瓶頸 那瓶頸也不是什麼不好 因為 在這個組織做不了的事情 反正有人總是會被趕照 然後去別的地方走 但是 如果一開始就說 那我們有留這樣子一個參與的方式 不管是參與決策 或者是參與這個服務 或者產品的拓展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是 一開始我就會覺得 我比較願意花時間進去 而不會覺得說 好像這只是 就是另外一個商品 或者另外一個服務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一般性的點評 然後 然後 剛才 不好意思 我們先注意行政團隊的問題 行政團隊 剛剛聽起來只有兩個主要的 一個是說 公部門的學員 要怎樣進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接下來 好比像是我們繼續放大的時候 如果要變成一個所謂的孵化器的話 那他新的這個客戶 不是 新的團隊 要怎麼樣進來 應該是這兩個是主要的問題 公部門的學員 你們的想像是什麼 一個理想的公部門的學員 他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我會遞一下麥克風 其實像公部門的部分 大概就是 例如說 我們希望說到 可以到農糧或者水保局 然後讓他們的一些專員 或者是他們可以派人來 來學習這樣 那或者是有一些 政府的 比重的一些法人的機構 那也希望說 讓這樣的學員可以 得這樣的成員可以來我們這邊 對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希望他上完八週之後 就怎麼樣 脫離公部門去創業 我說他的理想 路徑是怎麼 就是說我們落地有幾種方式 就是說 在所謂的成果的部分 第一個是像 可能是我們 目前這樣的學員 就是說 他們有共同發想新的專案 然後有機會來落地 然後或者是帶回自己的組織當中 去做一些轉換的過程 然後其實 在企業或者是公部 我們期望的是說 他們將這樣的素養跟能力 帶回他們的組織 如果在他們的工作當中 可以去做一些 資壓上的發展 或者是能力的強化 這是一個 那目前我們跟那個 李杰老師的二把手比較不一樣 他們比較屬於是那種資壓 是啊 那個我覺得比較熟悉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希望說 其實我們那時候 包括根和民 從一開始 跟第一次 政委報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去highlight的是 三屆共學 那學員當中 假設有一些公部門的思維 跟師部門 或是PO的部門 他們在交流 產生專案的過程當中 有不同的一些思維的刺激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資源的連結 結業之後 然後項目的發展 或者公部門 有什麼樣的計畫 彼此的一些 可能的串流 就是當初 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對 因為在公部門的人 基本上他 不太可能上了一堂課 就脫離公部門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讓他 就是回去之後 對他本身 在公部門裡面的指援 是有所幫助的 那但是呢 對一個公務員來講 就是我認識一個 非常棒的新創的點子 我也不能投資 我也不能擔任理事 我也不能擔任同事 就是說 這跟一個大企業裡面的一個人 他很容易寫槓 是不一樣的情況 那對公務員來講 他既不容易兼職 也不可能跑去投資 所以這個時候 他想到一個很好的主意 其實對他來講 對他自己的career來講 幫助不大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覺得你們並不是缺就是曝光 我想有不少公務員 有看到你們的早生的訊息 但是如果就是到最後 是零個人來的話 那就表示說 這個價值對齊 本身可能在一開始就要重新想一下 那兩個具體建議 一個是說 其實之前你們來的時候 我也已經講過 就是不要把公務員 一開始就想成學員 可能是想成說 就是這邊的團隊 他不管是參與地方政府的 或者當然中央也有總統 黑客送等等的方式 那在那些共創的場域裡面 他本來就一定會有公務員的參與 因為那是他的KPI 他長官要他來的 但是這個時候 通常就不會是最早期 不會是概念的最早期 他是已經到剛剛的APH 或者是比這個APH 再後面一點點的成熟的程度 那這個時候你才能告訴公務員說 你本來要做這個KPI 那我們用這個創新的方法 你只要用一半的投資 你就可以產生出三倍的KPI來之類 那當你能夠講得出這個的時候 當然公務員很有興趣 因為這對他的career 非常的有幫助 那但是在一開始 就是想出這個的過程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一次參與那麼多團隊 那個魚魚啦 公務員都很包乾的現在 所以他會希望說 那就是到比較後來 類似說 你已經有第一輪的天使了 的那個程度 然後他會覺得說 好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我認識的民間夥伴 所以我之前我記得也提過這個提議 就是說 把公務員找來當作 可能最後一個階段 類似剛剛林大安或者蘇洋志的那個階段 的一個 不要說是評審 可能就是講評這樣子的一個 團隊的成員 而不是選員 這是一個建議 那另外一個建議是說 我覺得這套方法論 不一定是指在 就是這些題目上面使用 你也可以把這個方法論 放在說內部創新的使用 那所謂內部創新就是 舉例來講 像在公部門裡面 一開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馮洋老師在推動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就是找了超幫 超幫我們叫基金會 然後透過一種引導式的一種方式 去讓所有的公部門裡面 可能跟社會企業有關係的人 都在一個很大的公事裡面 然後就是其實跟各位經過的一樣 也是去畫那個願景的圖 立台關係人表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創業Canvas 但是總之就是類似的方法論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 形成一個對各個部會都好的一個政策 而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去跟民間所結合 所以在公部門裡面 其實中央地方 或中央跨部 有個地方跨局處 其實也很像三屆工廠的情況 因為環保所要照顧的人 跟經濟部要照顧的人 就是不一樣的兩群人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方法論 我覺得是可以 就是橫向的移植 那等到兩邊對於這個方法論 都有一些經驗了 那再把這兩個班級 看用什麼樣的方法 去做橫向的串聯 我覺得一開始 就把公部門當作這邊的選員 我覺得是 有點挑的比較快 其實我一開始也得了獎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實際實際驗證 實際驗證就會看到結果 這是一個回答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覺得我們這邊 當然本來就有幾組團隊 然後我們這邊 也有一些孵化期之類 那我不覺得 好像你加入了一個pipeline 就不能加入另外一個pipeline 我剛剛聽起來 很多的團隊其實 他都有就是多方的組成 所以裡面對於社輔團體 比較熟的那個branch 那他在這邊其實 像社家屬啊 常常在這邊的活動 都有那些孵化的可能性 但是裡面可能就是 對於商業經營或者是 就是社群行銷比較有經驗的 那可能是另外別的incubation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如果一開始就說 那我要當一個跟現有的社創incubator 都不一樣的incubator 那我覺得這個在一般的人 聽起來好像是說 那你要比他們都好都行 在某個方面都好都行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就是 標準設的太高 對自己有點不好 然後我覺得 比較好的方式 不是說 我要在某個方面做到一些 現有incubator做不到的部分 而是說 我想要去用我自己的這種 價值主張或者方式 去把既有的這些incubator 都聯繫起來 都聯起來 那所以不一定是inbound 其實不一定說 既有incubator 我要拉多少人過來 而是 也可以是奧棒 就是大家 就是經過這八週之後 其實都累積了一些經驗了 那也不一定是 這一整個團隊 也可以是 就是裡面個別的人 那可能就是做一個橫向交流 去另外的別的incubator 別的場域 跳別的題目 因為這些題目其實 說穿的是 讓我們更認識彼此的能力 更認識彼此的價值 的一個藉口而已 那有一些它最後可以做得起來 但也不一定是我們做得起來 那有一些它最後做起來了 那其實是 絕大部分contribution 是別的團隊 在進來的等等 所以盡量不要有一種 好像 我的這個創新 一定要以我現有的團隊 來完成 那你現在的這個incubation 可能是focus在這個團隊 而不是這個創新 這個創新它當然很棒 但這個創新到最後 可能會走轉非常多次之後 變成現在大家 只認得一點點的 那個狀況 但是這個團隊 它只要一直能夠接到 不同的incubator的社群的話 那其實對這些朋友來講 其實才是自己career 跟自己 就是認識這個世界上面 就是很有價值的一部分 所以我建議專注在人上 而不是特定的創新上 這樣子 希望有回答到這兩個問題 講得有點快 有點抽象 但是希望有回答到 那看有沒有要追問這部分 就是在課程的部分 請 政委好 我是蔡文明 就是當初跟我們理事長 一起來拜訪政委的時候 提到商界共學的概念 其實我們的概念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 政府不能夠企業不能夠 他們的人來這邊學習 學習完之後 帶著我們所學到方法 他是回到漁業代單位去 他沒有離開他們的職場 只是學到方法去解決他們 他們現在當外上所碰到的問題 所以是我們才提出一個商界共學的概念 是,我理解我 我記得這件事情 對,我要講的只是說 讓他帶回去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們說是人脈 就是人際之間跨界的關係 但我要講就是說 你可能得把他轉移成他回公部門 還能用的那種人脈 而不是說他有人脈很好 但是他回去之後在他鋪自己身上 這個方向的人脈並不好用 就是說 用而會被當作 不知道土靈什麼肚子之類 他就還看不妙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就像剛剛講到 就如果是他的長官或這個部會 他本來自己就有這樣子一種工創的一種活動 包含黑客送在內 那這邊過去呢 是非常的順利成章 因為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本來就是有一個他自己做的還好 但是他問民間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他是願意很謙卑的去跟大家學 但是如果翻過來是說 是他個人 而不是他的單位想學 那他的單位其實並沒有特別想要他學 我會跟大家很誠實的講 就是我們總統脈黑客送裡面 就是每年有五個團隊嘛 那其實包含上面有了 基本上好像二十個裡面已經十九個都落地了 其實落地率非常的高 都變成國家政策 那唯一沒有落地的那個 就是因為他自己在報名的時候 是個人的身份 是公務員 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公務員 但是他的整個團隊 並不知道他做的事情 對 那所以等到他後來回去公務員時候 他發明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就用AI來預測哪家公司會炸彈 會掏空 等等 我們最後才知道他是國水局的公務員 那的時候 那他就發現說 在他本來的單位裡面 不是很容易一下就接受這種 像關鍵報告那樣子 你還沒犯罪 我就覺得你會犯罪 這樣子一種做法 那但是當然在這一屆裡面 有一個另外一個團隊 金管會 叫黑客、任務客 是客型的客 把當初的這個創新拿過來 用金管會的角度重新想了一次 那他們當然就把所有這種 防患與未然的不會 用看起來有點就是可能挑戰 現有的常規的方法 而是用完全在金管會的那套 邏輯之下去做 那核心的想法是非常像 跟炸彈套空脹是非常像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那從金管會的角度來看 因為他們的KPI 或者犯刑前或什麼之類 本來這是他們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當他 雖然不是長官派去 但是他是非常清楚說 他的單位的KPI 跟我在這個跨界工廠要做的這個案子 完全一樣的時候 那他心裡就有一種 堵定的感覺 這樣子 那這也是我們從 我們辦了幾階之後 慢慢學到的事情 並也不是我們一開始就知道的 希望有回答案有問題 好 那這一部分還有沒有追問 我們會怎樣討論呢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就往下 看一下 好 那有些追問都很有意思喔 追問會跑在底下 OK 好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社長主管理師的想像是什麼 如果有一套學校系統的話 是不是一定要落地喔 一定要實作 以及為什麼 我想反過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在沒有落地實作 就是完全只是模擬的情況下 那就是社會創新 它到底是誰在創新 這是我比較想問大家的 因為社會創新它按照定義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加到你現有的創新上面 你現在想到的 永遠只是 就是一個大的 picture裡面的 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那我們如果就是沒有落地的話 其實 那你就要找一些別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你的想法 而且並且 願意用你的想法 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 為什麼我們都說是 社創組織 有落地的 那當然就變成社創事業 那有拿到投資的 在資本市場裡面運行的 當然社會企業 所以這個是一脈相承 那但是有一些 社創組織它 最後並沒有所謂落地 沒有變成事業 或者變成企業 那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純粹的長一型團體 但是純粹長一型團體 也沒有什麼不好 這事實上也是 社創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不斷的去想 類似像大家的智庫這樣子的角色 不斷去想 新的把人跟人之間 就是新的做法結合的方式 那我舉例 好比說 在大家可能疫情的時候 都知道的 1922監訊實聯制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連組織都不一定是 叫臨時政府 但是GNV上面 因為它是一個不落地 就是不直接賣服務 或產品的一個平台 反而讓所有的 大家在有監訊實聯制 以前做實聯制的這些系統 很多都是大企業裡面的architect 就是它的技術帳之類之類 大家在這樣子一個 組織這樣子一個平台裡面 去進行討論 進行brainstorming 而且可以比較自由的去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解敵 店家的各自的邪漏啊 負擔啊 什麼之類 所以它專門負責倡議 並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最後凝聚到的東西 到最後會落地嘛 又變成簡訊實聯制 但是實際實作的 就不是當初提出的那幾個人 而是最後是我們中華電信啊 規貿公司啊等等的這些朋友 所以可能自己要想清楚 就是如果落地實作是你的興趣 這是一種做法 那如果落地實作不是你的興趣 那你就可以專門成員 專門組織 專門去集思公益 專門做智庫等等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這邊 未來想的exit 可能未來也可以是其中一個exit 因為確實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我只要這件事情想得夠清楚 不一定要我自己做 不一定要接下來幾年做出來 就那種urgency 就是很急迫的那種感覺 有些人天生就比較沒有 那這個時候 就是直接把這樣的一種想法公開出來 可能對大家都是比較好的啦 希望從這個角度來回答 好 對我之前在這邊office hour 有好幾個熱烈劫團隊來擺回過 熱烈劫是大家都覺得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技術 那有其他甚至好像什麼 航空氣急的燃油啊 我記得之前來找的是傳播的燃油啊 我記得之前來找的是傳播的燃油啊 各種各樣子的燃油 你都可以定制到燃油需要的比例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當然大家自己投入這個 也都會知道說 這個premium 比起其他的事實上價格再下降的 發電的各種方法 純粹做一種發電設備來講 他是需要很認同這個才會來使用的 那所以這個一方面就是純粹市場的來講 就是他的技術成熟的程度 比起其他的技術成熟的程度來講 他會追得上嗎 還是說其實單位發電成本到某個程度 就已經不太是一個問題了 這個題目不能夠用減低發電成本來解決 那這個是一個思路 那另外一個思路就是說 沒有其實要推廣的其實是 把塑膠完全的分解掉的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可能就比較不是綁定特定的技術 而是去綁定靜零這個概念嘛 因為靜零這個概念它有優別於以前 專門只是講碳重合或什麼 它是算全部的溫室氣體 甚至全部的能資源 那它不是靠就是買一些品證什麼就可以解決 而是實際上這個循環要就是 Fully Accountable 就是要全部都給得出交代等等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那不管這邊就是它在市場上面 它的成本降低的速度怎麼樣 總是有人會覺得說 那它就是要先與其他人達到精靈 因為它要證明它有做這種全成本計算 全生命究極計算等等的這種能力 它想要成為它的行業裡面的標竿 那至於為什麼它想要成為它的行業裡面的標竿 我肯定也就是不需要管它 總是就是有一些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可能就是願意投資的 它要的就不是省錢了 而是那個Prestige 就是比全台灣的人早一點 只做得到這件事情的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技術 它的這個Premium 其實從這樣子的企業來看 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這個Premium它完全可以吸收 但是反過來你就要證明說 你可以比所有其他的Certificate 早一點給它 它可以拿去給 不管是它的投資人 在它的永續報告裡面 或者是它的客戶 在其它的供應鏈的價值倡導裡面 那可能就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這是比較大的Picture 但是特定的技術的 特定的運用 我覺得你這個大的Picture 的方向就要一確定 剩下來的其實大家都是 專業人士 其實都是很容易解決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一開始提A 就要找得比較清楚 這樣子 所以這也影響到 拜為什麼政府 如果到最後 你就決定某個方向 說不定 儘管會還比環保數 這個適合你拜訪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自己 先討論一下 有三萬朋友們問說 請問政委長期關注社會議題 如果先從倡議開始 在創立社創組織 什麼意見 以及第一步可以怎麼做 第一步就是要成為社創管理師 我會建議說 倡議的這件事情 它完全是看個人 對某件事情 你多有熱情 就是多想要一醒來 就想這件事情 如果是把倡議當作 Instrument 就是說 我要做我自己的一個事業 我現在看起來 這個倡議 對我的事業有幫助的話 那我建議就是 找專業的倡議者去倡議 因為你自己講的時候 的說服力 聽起來就是很有差別 因為大部分的倡議 它不可能在短時間裡面 立刻就達成 如果短時間一家企業 或者一個組織立刻達成了 也不需要變成永續發展目標 所有寫成永續發展目標 都是十年之內不知道 大不大的成的這些東西 所以當你加入這個倡議的時候 本來就跟我們 就是去看記憶報表 去看年報表的那個商業經營的 cycle 本來那個時間上面 就不完全一樣 所以如果就是你對這種 十年二十年等等這些 你就覺得未來是透過你而來臨等等 那當然就是透過倡議開始 而且這個倡議不一定是要所謂的落地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說落地 就是看得到摸得著實際有產品的服務 比較重要的話 那就是去跟有倡議能力的去結合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也不一定是創立一家社創組織 可能你就是創業 就是一個基本的事業 那這個事業只要不破壞文件 不破壞社會 它是一個有良心的 那經營了一陣子時候 尤其在台灣這個環境 你一定會找到倡議者 然後說那你在生產這個產品的過程中 你可以再加上哪些社會價值 或者環境價值 但這個時候 你還是社會創新生態系裡面 非常重要的貢獻者 所有整個Bying Power裡面 所有實際在供應鏈上面買的這些 都是重要的社創的貢獻者 但是就不一定 你一開始就要創意什麼 因為你是給倡議者一些平台 而不是你自己作為單一的倡議者 去要求一個平台 所以就是生態系裡面的位置 大家可以想一想說要站在哪裡 每個位置都需要有人站 好 那這個有大概剛剛回答過了 那這個剛剛也已經回答過了 就是你要先挑那個 能夠忍受你的Premium 然後而且不要把它當成忍受 而是當做投資 那如果找到那一層的話 後面的其實都是很自然的 這個換補一切剛剛有回答過了 那這個題目很好 他說揭露可以讓人 接受到較為真實的訊息 確實 那但是價值衡量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大部分的價值衡量的工作 都沒有辦法靠消費者 就是終端消費者自己完成 當然我們現在大家都是說 參與時的消費 參與時第二方認證等等 但畢竟一個人他的時間是有限的 就算你寫了非常多很好的視覺畫 什麼AI 各種各樣的辦法 輔助他去做價值的平定 At some point 他還是要相信一個外於他自己 雖然他可能可以去開年會 可能可以投票 但是還是外於他自己的一些專業人士 就是幫他去把關這樣子一個 就是價值衡量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在推行的 都是價值衡量的方法論 這個其實就是科學的精神 就是我當然不會有空 去做物理的實驗 去做什麼化學的實驗 但是因為那一套方法 是完全公開的 所以我要是哪一天 真的時間很多的話 那我還是可以去 就是找一些這個實驗的kit 然後自己去重現 我在教科書裡面看到那些東西嘛 所以因為他的方法是公開 那世界上面就是有空的人 還是有一些的 所以你就很難去駕造 那有一些他是方法論上面 像之前那個peat hacking啊 等等這些東西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 想要去重現 想要去做事後分析啊 Meta analysis 到最後這個實驗方法的問題 還是會被拿出來 還是會被討論等等 所以就是說他把自己看成一個科學 而不是一套特定的形象模式的程度越多 那大部分的人就會越覺得說 那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我的專業的朋友 來幫我自己重新跑一次 這樣子一個檢證的流程 所以可以重現性就是reproducibility 這個是科學的最基礎嘛 所以我會建議說 大部分的價值衡量的方式 它越一開始踏出第一步 入門越簡單 越容易小規模的自己去試算 自己去浮現的話 那就是重新再現的話 那這樣的話這個價值衡量 它就越solid 就是越加紮實 那它如果是越說 其實這個你自己在小的團體裡面 沒有辦法去這樣子進行計算 那只有全台灣這個一個團隊 可以幫你算這樣子一個東西 你越這樣子講 那其實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 我要相信你 我需要跨過那個門檻 就比較大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稀鬆平常的道理 但是當我們會覺得說 我就是這個領域裡面的第一個團隊的時候 常常會忘記這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很多人跟你在差不多的level 然後也都可以驗證你做出來的這個價值驗證 好 這個也是熱烈解 剛剛有說了 好 那社創能力的培育 可以是什麼路徑 嗯 我覺得社會創新的能力 它是在始作裡面培養的 那比較廣義來講 倡議也是一種始作 就是透過一次一次的pitch 然後一次一次的傾聽 然後去確認說 那你現在想到這個東西 真的是社會所需要的 以及也是很重要的 當有人想到更好的 就是更能夠完成你同一個社會使命的時候 你就 嗯 果斷的放棄本來的想法 然後去加入它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那 這個就跟傳統上面的產業創新 有一點不一樣 大部分產業創新 就是我想到一個 就算有更好的 我的競品出現了 我還是在我的整個市場裡面圈一塊 然後說 但是這個還是我的segment 那它有年薪嗎 不會一下子就跑到人家的地方 然後我再慢慢的去想研發啊等等 但是社創的development 可能還是要自己做 但是社創的research 是整個社會一起做 所以當整個社會跟你一起研究的時候 你越快去說 對我本來想的方法真的不怎麼樣 你心裡來的時候 那這樣開放視創新的這些人 就更願意加入你的組織 因為從社創的角度來看 他加入你的組織 他不需要有一個 lifelong commitment 他只要把他的想法 願意讓你使用 然後你的這個平台 你願意讓他上來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像傳統上面說 他好像只能忠於一家公司 或者是忠於一個特定的社團 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路徑就是建立在 剛剛講到的就是開門造句 不怕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發表出來 聽到外面有個更成熟的想法 他立刻就遞名片了 立刻就說 那我們的下個iteration 要不要一起來帶 那任何人就是有什麼批評請教啊 甚至網路上面 比較就是難聽的一些啊等等啊 立刻就寫一封信去說 你講的很有道理 那下個iteration 就交給你來設計了 這類我常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一個全面性的你心裡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一下子就會有跟各界 剛剛講三界共學共創這樣子的能力 一下子就可以培養出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不要免贖問題啊 免贖問題是整個社創最大的一個障礙 對 那有兩個朋友問說 這個治理怎麼樣透明公平啊 以及所謂的DID怎麼樣放在 這應該是博樂啊 社會化的健身app裡面啊 對於各資的自主啊 有什麼幫助這些都非常好的問題 我舉例好比上說 像剛講到的簡訊實驗制 其實最近這個很多人知道說 這個簡訊實驗制 它其實有一個反差的系統啊 就是sms.1922 那在這邊只要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就會收到一個簡訊 那收到簡訊之後呢 那立刻它就會告訴你 你最近28天之內 有沒有被醫療人員調過 以及如果有的話 它是哪個局處的 哪個縣市的衛生局 或中央的醫療人員 它是編號第幾號的醫療人員 等等都會出現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那其實就是完全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說 那我掃這個就是掃好玩的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或者反過來講 有很多人會說 那我掃了之後 我怎麼知道 就是28天之後 就真的會刪掉呢 會不會它就跑到某個地方 天網什麼東西的 那但是因為有這樣子一個介面 所以當一個縣市說 它運用簡訊十年之 通知了百貨公司裡面的 五千人等等的時候 這五千人都可以 自己的手機號碼 來確定這個縣市 講的真的是對的 就是它真的有在那一天 被那個縣市的衛生局的醫療人員 調查過 那如果你在上面完全就是 28天之前都沒有人醫療過你 那這個時候 你也會覺得蠻放心的 就是至少沒有就是在 比較密切的接觸的阻擊的 那個範圍裡面等等 所以這個其實 它的概念就是一個透明公平的 其實透明必須要是雙向的透明 就是你刷一刷簡訊十年之 你的行蹤 如果到最後你的旁邊的朋友確診了 你對醫療人員真的是蠻透明 但是反過來講 醫療人員做了什麼事情 也必須對大眾是透明的 這個透明必須是雙向的 如果沒有這種雙向透明的話 它就完全沒有公平性可言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 abuse醫療人員的那個帳號密碼 abuse那個權限 然後就是調到不該調的地方 舉例來講 像之前有一個 應該是一個法官嗎 現在變成一個律師了 那他在報紙上面投書 說他竟然接到一張搜索票 說這個有一個警員 他在就是爭辦一個重大犯罪 應該是跨國詐騙的時候 竟然就是收到了 簡訊十年之的那個號碼 但他不知道那些號碼是什麼地方 所以那個警員就跑去那個地方 每一家店去抄那個號碼 然後想要在辦案的時候 然後就是去運用十年之的資料 但是大家如果有掃 就會知道說 上面有一行字說 它僅限疫調使用 其實是不可以這樣子用的 那所以當然我們就立刻去找 指揮中心開會 那法務部也做了一個函事 這些都已經公開了 就是說這並不是通訊 就是不是能夠攔截的那種通訊 這個只是check in 就是我們向指揮中心上傳的東西 但是他不會跟我聊天嘛 所以不應該算是通報法裡面的那種同學 那我講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透明公平的機制 它必須要建立在大家覺得這個目的內的使用 大家願意配合 但是反過來講 目的外的使用 絕對不讓他這樣子做 那這個就要看 不管是所謂的吹哨者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體制裡面 就是收門人啊等等 但就是都要對這個norm 就是社會規範有一個很明確的看法 而每一次這個社會規範不一定被破壞 只是看起來好像要被破壞的時候 那倡議者就要出來 然後說這件事情不能夠再往這個方向走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 是一個就是全國性的政策 但是其實在任何用到科技的社創組織裡面 對於這個科技都必須要一個類似的反向的這種監督 就是確保說這個科技一定都是在服務 我們當初組織起來這些人的價值 而不是因為用了這個科技 好像什麼東西情編強來AI 情編強來區塊鏈 突然之間權力就從一般人手上 收回去變成少數人才擁有的那種權力了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是 你只要加一些法語詞 對不對 就可以往威權去集中 那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不管加什麼法語詞 本來大家覺得是社會常規的那個權力關係 還是應該要持續是這個權力關係 所以雙向的脫民 給得出目的人使用的那個交代 我覺得這兩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社會化的健身的APP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也要知道說 那剛剛講到的那個 就是我的運動的過程等等被記錄下來的時候 是在我的完整的同意之下 然後是我看得懂的 而且隨時可以受費的情況下去使用 那它如果有下載健保書的健保快一通的話 其實裡面就已經開始有一些 類似問全調查 還不是同意書的程度 去問說 那你對於 你自己的這些健保資料 都已經是統計了 而且完全沒有辦法再識別了 但是 但是有些人比較舒服的是說 我不想要它做別的使用 只希望它做學術使用 有些人根本不想要做學術使用 我還完全不想分享出去 有些人覺得 你做商業使用的話 你要先就是算一筆錢給我 希望能夠來回補健保等等 或者是乾脆就專門回補給個人 也有人這樣主張 所以就每一種主張 它都是valid 因為如果這些主張 就是你不尊重它 它到最後就給你很品質很糟糕的資料 或者是說它不得不給你資料 那你就算是它的信任 它絕對不會幫你倡議 那這兩個對社長來講 差不多就已經玩完了 已經不可能繼續擴展下去了 所以就是回過頭來 就是先問說 那它想怎樣 那它想怎樣 不管想怎麼樣都要尊重它 那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好 那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在一間公司 只想做新聞求曝光 那它不是真正關注社會議題 那身為員工的 我應該要怎樣面對 那就看你的興趣 你的興趣如果也是只想做新聞求曝光 那個叫什麼求人得人 但是當然就是如果這邊講的是 比較嚴肅的就是說 比如說它的這個新聞 或者這個曝光 對於這個社會議題的解決 或改善沒有幫助 那你腦裡一定有一個 怎麼樣才有幫助 的這個比較好的那個願景 那我會建議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往內 當然這個願景可以適度的分享 因為你是員工 你一定有經手的某個部分 那所以 只要這個公司 不是完全徹底獨裁集權 你總是每一次報導 每一次的分享裡面 都有一點點的可能性 去把它往你覺得更好的方向 去這樣子 就是稍微匡正一下 那如果這種 比較像是內部改革 或內部創新 或內部創業 到了一個瓶頸的話 不是啊 那你是員工啊 對不對 你也可以就是去 就是斜槓嘛 不管你一開始簽的那個條款 是說你可以兼職 還是不可以兼職 不管你一開始簽的是說 你一週要花多少時間在上面 但它總不是你的人生的全部 所以我會建議說 那就開始培養斜槓 那當然在這個課堂裡面 認識的人都是你斜槓 非常好的朋友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回去再去跟你的主管 或者老闆說 那你如果沒有辦法達到這些 基本的這個 你看外面的這些 你看我在社團管理師認證培訓課程 裡面認識的人 都有做到的 如果你這個起碼的 也沒有做到的話 那其實你知道我也不缺工作啊 這些地方都可以做 然後你的談判的那個 地位就變得比較高 那這個時候 說不定就是人家為了要留你 那你就可以 可以選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 還是要往內 把這個價值主張給出來 那如果給出來 發現那個環境 沒有辦法配合這些價值主張 那你就要有一個 就是談判不成要怎麼辦的 就是叫Betnam的那個東西 那當然 像這些社群 就可以幫大家 就是把Betnam弄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漂亮 那到某個程度 你回去談判的時候 就可以攤牌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也有回答夠 好 那有位朋友問說 有一個社會議題 但是現在可能關注的人 沒有這位朋友想像 應該要關注那麼多 那怎麼樣讓更多人的關注 而且能夠提出一個解方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題目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 不要只是問大家這個問題 應該要提出一個很離譜的解方 大家一聽到都會覺得說 這樣根本不可能 之類的 我們在網路上面都是這樣子 就是 應該叫康寧函定律 康寧函是發明危機的那個人 還就是說 如果你在網路上面問一個問題的話 沒有人理你 但是 你要問一個問題 切換一個帳號 給一個很離譜的答案 所有的專家都跳出來 所以 就是 是所謂打臉 就是 沒有辦法忍受 在網路上面 他看到這種 很荒謬的解決方案被提出來 但是 那你就說 你行你來嗎 不然要怎樣嗎 一下子就好像那個 湯姆騎牆一樣 一下子就 非常多很具體的解方 可以跑出來 所以 我剛剛一直強調就是說 去分享你做到一半的東西 但是這個一半可能不精確 可能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負二 就是 你做的反而是幫到忙 但是這都沒有關係 就分享出來 因為 第一個 這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議題值得被討論 值得被關注 第二個 是說 如果他有某方面的專業的話 那他 光是 就是所謂的打臉的過程裡面 也會分享出很多 如果你是好好問他的話 他可能 就是不是很有那麼多時間 去分享出來的東西 這裡不知道 到處去挑釁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把完成度非常低 甚至是福德的這些解方 都拋出來 都變成一個討論的題材 那這樣的話 其實 絕大部分的人 都會知道說 雖然看起來好像來亂的 但是至少你是真的關注這個社會議題 假意識一開始看起來好像來亂的 也被接受變成大家的網絡的一部分 所以像這種就是亂入社群的方式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輸到用時隨便找 就是我們用辦法了 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但是每次都就是非常的成功 就是到這個大家都一起想得出辦法來 好 那有朋友問說 請問政委 是不是應該要設計的法規 以及為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是有這方面的法規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它大概都是在辦法的層級 也就是每一個部會 那當然特別是經濟部中其處 但是其他你就要去找社會創新組織 社會事業等等這些詞 其實國法會啊 農委會啊 就是文化部啊 各式各樣的地方都有這些詞的存在 現在大家的倡議 比較不是說這些法規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是這些法規的穩定性 因為它每個法規 它都是在那個部長 就是簽到部長就可以 它並不是經過立法院 所以意思也就是 就是我們也看到之前很多的 就是換了一屆的立法院 那這個立法委員 新的一屆對這個議題 不是那麼清楚 或者是不是那麼支持 那這個時候 用本來比較支持的那個立法院 會通過的預算 再去更新一屆的立法院 要預算 那有些立法院就 因為看不懂 所以就算了 就是不會特別給這方面的預算 那我們也知道 特別是中央政府 那如果立法院不特別支持的話 那其實它也不會形成一個 讓地方政府能夠去說服 現實議會的這樣子 一個行動方案 所以我們這套行動方案 它確實是以法規從次 在進行這方面的做法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 那這個方案 那當然會有下一期 下一期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法律違結 那就不管下一屆的立委 他們對於這些事情的那個 那個priority 它重要性排到怎麼樣 至少我們就會有一個很穩定的說 那至少符合這一些要求 這一些標準的試驗 那至少在各個部會的認定 都會是一樣的 而不是說 你去每個部會的時候 那個部會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因為法務明定 所以我自己又去做一套 這個在公司形態的社會創新試驗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經過四五年來 每個部會的定義大概 都已經完全一致了 但是如果你是採新 好比像說合作社的形態 那確實有一些 我們就是非常用力的在協調 因為合作社它不屬於中小企業 但是它確實社會創新事業 而且可能是裡面參與度 特別高的一部分 那所以它要怎麼樣子去 當作社會事業來發展等等 那這個就是每次都需要突破 像之前紓困4.0的時候 那國發會就一次開了 它會任列了我們全部有登記的社創組織 200多家 變成他們紓困的 國發基金的應該是融資的一部分 那這個應該是國發基金 第一次碰到合作社 因為它是所有註冊的都過來 所以它就不得不碰到 那國發基金 那知道之前是投資的 合作社裡面 要直接投資入伍 特別股什麼的 所以它就是內部 它腦筋需要很多的這種調整 那這個時候就是有一個專訪 會非常有幫助的地方 就不需要說每一個類似這樣子 個案我們都要協調 都要協調 雖然協調都會成功 但大家也會想說 那就是如果它奉跑去做別的事情 那要找人照誰協調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 把它名文定在法律裡面 確實是有幫助 有一個朋友問說 NPL如果運用捐款做社創 那過程跟結果都是為了社會的公益 有沒有什麼瑕疵 有沒有什麼可以爭議之處 我想這裡就是你的創業成功之後的 那個盈與利潤的分配 是不是你的捐款人已經知道 而且已經統一的 如果你完全是就是優努斯型態 社會型企業的那個做法 你百分之百不管賺到多少錢 都一定重新投入同樣的使命的話 那絕對不給我任何捐款有意見 因為現有的非盈利組織就是這樣子做的 但是我們當然這邊分成非盈利組織 香港好像分成非牟利 就是不是以賺錢作為主要目的 等那種組織 它如果現在是說 那但是我需要更多的外界的投資人 就是影響力投資人 能夠進來我這家協會 我控一個公司嘛 我就是Join Venture 我跟另外一個投資人 加在一起設家子公司 這個在台灣是合法的 也要好幾個這樣子做了 那這個時候他就要去改他的章程 因為他就要在他的所有的協會的理事啊 等等都要同意說 那有一些捐款的錢會拿去穩錢 而且這些錢穩錢的錢 裡面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會回來 另外百分之五十會跑到外面去 那這個時候他開這個大會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提出相對的 好比像說他應該要否決權 就如果這個後來繼續增資 到時候他們變成少數股份了 那這邊的多數股東 要把他拿去做一個反而破壞環境或社會的事情的話 那一開始的這個Funding Team 他雖然是NPO 而且雖然股權已經不到一半了 但他應該要可以say no 就是要能夠說 那這個股東會決議什麼 那我們是不認為符合供應目標 所以通常分潤還是按照傳統的市場機制 但是決策權 我記得SERT 就是SERT那邊已經有一套範本了 就是說你可以隨時跑出來say no 那這個範本一旦就是大家都通過了的話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誠意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說 如果你想要放大這個社會中心創業的題目的話 At some point 資本市場要介入 大家所擔心的就是到某個程度他使命就飄走了 那否決權是一個解決使命飄走的一個具體的方法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政委是否思考讓社創管理師成為社創平台的資源 協助台灣社創機能更多可能 當然啊 社創管理師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所以不管是今天的討論 那我們會把整個影片 就是透過拋棄大部分著作權的方式 投在YouTube上 那大家都就是任意的使用 都沒有問題 那或是說未來我們剛剛也討論到嘛 就是不管是個別的管理師 進入其他的就是incubation program 或者是說大家想到這些主意 透過像中東美黑客送等等的方式 進一步的分享 那我想我都非常願意支持 非常高興就是有這個機會 給大家問題 謝謝 謝謝